各位朋友大家好 《风起洛阳》这部剧现在已经播了28集了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各条线上都提供了很多的线索 但是呢 朋友们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现在并不是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而是越来越迷糊了 每条线上的线索交织在一起 就像缠绕在一起的一团乱麻 不知道大家对付乱麻有没有什么经验 反正我是没有 但是呢 我听人说对付乱麻最好的办法就是捋出最先的那一根 然后顺着那一根一直往下捋 或许你就可以把这团乱麻理清楚 所以今天啊 我和大家呢 就做一回侦探 咱们把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阴谋 从头到尾咱们再捋一遍 或许我们会发现一些我们以往忽略的东西 如果要从头捋的话 那必然要从刺杀告密者林仲妇女开始说起 林仲是连山的帐房先生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什么阴谋 所以他要去见当时担任公布园外郎的百里红义 在当时有很多的正常的途径可以进行告密 可以把告密信投在同轨里 可以告诉当地的地方官或者自己去大理寺去刑部去告密 为什么这些正常的途径他都不去 偏偏要去找百里红义呢 原因应该很简单 第一 百里红义当时担任的是公布园外郎 他当时负责的项目就是天堂工程 第二 百里红义的父亲是公布尚书 公布尚书是三品大员 不是林仲想见就能见到的 但是见到了他的儿子 而且又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就相当于见到了他的父亲公布尚书 所以林仲告密的内容一定是与天堂工程有关 这点我相信不难理解 可是第二点可能就要费点思量了 春秋道的人应该已经知道林仲去告密 所以一路一直尾随 那么问题就来了 春秋道的人为什么不在林仲告密的路上杀死他们 而非要等林仲到了洛阳以后 见到了百里红以后才将林仲杀死 视他们故意为之 我觉得这似乎对春秋道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 如果说把林仲妇女杀死在路上 那么连山的事情就会一直蒙在鼓里 没有人会发现其背后的阴谋 但是等到林仲见了百里红一才把林仲杀掉 林仲所要传递的信息基本上已经被百里红一收到了 百里红一自然会关注连山的事情 所以不再从连山到洛阳的路上杀死林仲 应该不是春秋道的意愿 况且林仲不过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帐房先生 还带了一个小女儿 就凭这两个人 何必又要让春秋道的顶尖高手十六叶出手呢 不是随便派两个杀手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毕竟十六叶多出手一次 他暴露的机会也会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春秋道没有在路上杀死林仲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 而是他们做不到 有人在拦阻他们 春秋道有可能是在这一路谋杀未遂以后 不得已才在洛阳启动了十六叶进行最后的刺杀 那么拦阻他们的这股神秘力量又是谁呢 无独有偶在春秋道实行最后刺杀行动的时候 永川郡主却出现在了洛阳的街头 自然他身边有内卫进行保护 然后巧不巧的永川郡主也遭到了春秋道的刺杀 虽然在内卫的保护下郡主无视 但是洛阳城的很多百姓却无故的遭了殃命丧街头 这样问题又来了 春秋道为什么会刺杀一个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永川郡主呢 而且为什么又要杀害这么多的平民 这两个问题是当时五四月面见圣人的时候就提出来的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答案 那么现在我们回头想想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暗中保护着林仲 让他能够平安的到达洛阳见到百里红异 那么刺杀郡主 会不会就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戏呢 也就是说刺杀郡主的并不是春秋道 而是这股神秘力量自导自演的 这股神秘力量应该已经知道了春秋道的一些计划 所以他保护林仲让他把这件事捅出去 之所以刺杀郡主又杀害了这么多的平民 就是为了想把这件事情闹大 从而引起圣人的注意 大家可以想象在洛阳城中 在天子脚下竟然发生了刺杀郡主 刺杀告密人 杀死平民这样的血案 作为皇帝的武则天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所以武则天在这件事情以后 就动用了他手中两大情报机构 内卫以及联访 共同稽查此案 而这正是背后那股神秘力量所乐见的 那么这股神秘力量又是谁呢 既然永川郡主已经牵涉其中 那么很有可能这股背后的力量是来自于东宫太子 林仲的告密 使得侦探三人组的视线投向了连山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连山铜框的铜出现了短缺 大量铜的流向不明 在他们调查铜的流向的时候 春秋道就抛出了两个障眼法 一个是柳氏家主的甲壁生产基地 另外一个是兵部上书送粮 在布粮井下面的兵器铸造厂 春秋道是想用这两个障眼法来阻止 侦探三人组的进一步调查 让他们就此打住 但这两个障眼法都被百里红一识破 春秋道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柳家家主以及兵部上书送粮 这样重级别的人都成了马前卒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铜的流向对于春秋道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些铜都去了哪呢 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铜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春秋道所控制的连山铜框很长一段时间 根本就没有在开采铜 而是在做着另外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百里红一在连山得不到的那个残破的羊皮卷吗 上面有两句话 龙蛇前影行道 朝野湘河连山 百里红一看到这两句话以后就断定这里说的是神都的风水地势口诀 那么有没有可能连山的那些人并没有挖铜框 他们是在挖一条地道 这条地道的终点有可能就是在天堂工程的下面 既然他们一直是在挖地道 那么自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开采铜框 铜框的开采量自然就会很少 所以他们使出了这样的障眼法 让人觉得铜是流失在了这些环节上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确实他们也生产了很多的铜 这些铜在以后会派上大用场 但是现在我们还无从知晓 但我相信这一定是与天堂工程有关 或许他们是要用这些铜制造一个大的机关 或许他们会将这些铜放在天堂的顶部 以增加重量使得天堂的梁柱不堪重负 最后导致坍塌 当然了这些只是我的一个凭空想象 目前这部剧的进度还没有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但是有两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一个是当百里红义去视察天堂工程的时候 看到有个施工管理人员用松木替代了柳木 当时百里红义就要求他们马上换回柳木 因为松木容易受潮 受潮以后变情而变得不堪重负 再有一个就是在百里红义的家里 有一次柳七娘不小心把在桌上的天堂的模型碰倒在了地上 百里红义还安慰七娘说 说没关系这些并不是正式的模型 他们是由松木做的松木受潮容易变形 这部剧里安排这两个细节提到了松木的问题 我相信这肯定不会是没有用处的 很可能是在为以后的剧情做一个铺垫 好的同的这条线索我们就只能先说到这儿 我们还要在等待着剧情进一步的披露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北地玄珠 北地玄珠是一种消食 是一种亦然亦爆的东西 它可以用来炼丹 也有可能可以制造出一些劣性的炸药 那么要炸药有什么用 家里有矿的朋友们一定非常清楚 炸药可以用来挖地道 而且还可以把炸药放在天堂工程的地基下面 那样一旦引爆的话 后果可以想象 北地玄珠这个线索是百里红义无意中发现的 他是先知道有一位素特族的康姓商人 也是死于沙池蛇毒 和他的父亲死因是一样的 所以他开始调查这个来自克布的商队 从而发现他们运送的货物中有北地玄珠 其实我想即便是百里红义没有发现这条线索 也会有人把这条线索送给他们 这时候又要提到东宫太子李显 太子李显曾经去拜访过炼丹的通天道人 然后似乎是不小心在现场留下了一个他们东宫特有的印核 这样就把调查的方向引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当伍思月问他的时候 他又提到了他们东宫的一个办事人员 那个叫戴舟的 说他与克队的商队有联系 这样伍思月他们顺藤摸瓜 自然也就找到了这个克布的商队发现了北地玄珠 东宫太子李显真的是不小心把这个印核留在了现场吗 我相信他不会这么大意 他是故意留下了这条线索 目的就是把侦探小组的调查方向引向克布商队发现北地玄珠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铜还是北地玄珠这两条线的指向都指向了即将完工的天堂工程 那么天堂工程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 这个呢还真有 在历史上天堂工程明堂工程是武则天执政期间的两个重大工程 两个工程中最早完工的是明堂 说起来呀这个明堂的设计与规划呀在隋朝隋阳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当时隋阳帝的公布上书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于文凯 我相信熟悉古建筑行业的人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隋朝的都城大兴城就是后来的唐都长安 就是于文凯设计规划建造的 大兴城建成以后总的面积是八十多公里 而明清时期建设的皇城不过才有三十多公里 而在世界范围内在公元八百年左右 也就是在大兴城建成一百多年以后建造的巴格达城也不过才有三十多平方公里 由此可见大兴城当时的建设规模和于文凯的手笔 于文凯很早就设计出了明堂的图纸交给了当时的隋阳帝 隋阳帝也很想建明堂 但是苦于他那时候再建的工程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一个比一个大 所以也就暂时把明堂搁置了下来 后来唐朝建立以后 唐太宗李世民也想建明堂 但是跟臣子们商量 臣子们总说天下出定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所以明堂这个项目就被搁置了 后来终于决定要建了 又赶上唐太宗李世民要征讨高丽 这件事情就被搁置下来了 唐高宗李治也想建 但是也是受到了群臣的反对 一直到了武则天执政的时候 武则天并没有过多的征求大家的意见 而是一意孤行就下令开始建造明堂 而且他还找了一个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 担任了明堂的大监工 这个人就是薛怀毅 又叫冯小宝 也是武则天的初恋 是面首中的初恋 这个薛怀毅也是真卖力气 而武则天又给他了无条件的支持 是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所以明堂工程很快就建成了 武则天非常的满意 明堂工程完工以后 又开始了天堂工程 之所以要建天堂 是因为武则天要用天堂来供奉一尊大佛 因为这尊大佛实在是太高太大 所以天堂盖的比明堂还要高 明堂有多高呢 据资料表明明堂应该是差不多九十多米 也就是相当于三十层楼这么高 而天堂比明堂还要高 据说在天堂的第三层就可以俯瞰明堂的全景 而天堂要总共盖五层 天堂完工以后的设计高度应该达到了一百五十米 也就是五十层楼这么高 正在这天堂工程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出事了 武则天变新了 他居然喜欢上了一个小白脸 他的御医沈南求 薛华裔知道以后是非常的气愤 也非常的难过 他想我为你武则天可算是尽了全力了 你登基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这话呢 倒不能说他是自吹自擂 他确实是立了一件大功 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想当皇帝 他一直是缺乏一个法理上的合法性 在儒学的这方面呢 他是不可能找到一个支持他登基做皇帝的理论依据的 一句聘机司臣就完全可以让他打消所有念头 那么儒学既然不行 那就从其他方面找一找 武则天信佛 薛怀一出入宫做面首的时候 为了掩人耳目 武则天让他假装出家 而且还做了白马寺的主持 后来也许是武则天 也许是白马寺的那些和尚们 在诸多的佛经中找到了一卷大云经 在大云经中提到了有一位叫静光圣女的女子 在听了释迦摩尼讲授的佛法以后开悟 最后成为了人间的王 武则天发现了大云经是如获至宝 于是就让薛怀义组织一些僧人对大云经进行注释 写成了一本书叫大云经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在佛学方面为武则天登基做皇帝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看到有些文章说大云经是武则天或者是薛怀义伪造的 其实呢大云经是真的 在唐朝以前的五代时期就有发现 而大云经书则是薛怀义他们炮制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支持武则天登基 薛怀义对武则天所立的功劳还不止这些 薛怀义呢还曾经两次带兵出征去抵抗突厥的进攻 虽然说敌人没有见到一个 但还是立了一大堆的功回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薛怀义觉得心中不满 觉得武则天对他不起 竟然辜负了他这份纯洁的爱情 所以他不甘心 他要挽回武则天的心 薛怀义在连看了三天三夜的田宠剧以后 得到了很多启发 所以在某一个上元节 薛怀义呢就命人在明堂的地面下挖了一个 身达十几丈的大坑 然后把一尊大佛像放在里面 然后又在这大坑的上方用丝绸建造了一所宫殿 等到武则天出现的时候呢 他就用一种机关还用人力 让这个大佛从地上冉冉升起 一直到做到了由丝绸搭建的宫殿之中 意思呢就是想展示出武则天就是我们人间的佛 除了这招以外他还杀了一头牛 用牛的血画了一个几百尺长的佛像 挂在了落水的天津桥上 武则天看到以后呢他还献媚的跟武则天说 说您看这佛像这上面的血 这都是我把自己的膝盖隔破了 用自己的血画的这幅佛像 武则天听了以后呢只是微微一笑 其实武则天比谁都清楚 你薛怀毅有多少血能画这么大的一幅佛像 如果你真的有这么多的血这样的源源不绝 那你何必去当面首呢 你不如去开一个火锅连锁店 专门卖毛血旺 不过呢毛血旺好像是猪血 不过呢反正都差不多啊就让猪吃一点亏吧 这两招使过之后武则天仍然是不为所动 这就让薛怀毅更加的伤心 他想我堂堂一个卖假药的 现在为了伺候你伺候叔父 我都变成吃药的了 现在居然会被你嫌弃 要被你抛弃 我也太苦了 于是他就喝酒 有一天喝多了以后 在明堂故意放火 烧毁了明堂 火势蔓延 又烧毁了上尉俊功的天堂 以及天堂中的那尊大佛 武则天知道这个火是薛怀毅放的 但是呢他并没有马上怪罪他 而且还让他继续明堂 以及天堂的重建工作 但是仅仅是过了半个月不到的时间 武则天就让他的女儿太平公主 解决薛怀毅的问题 太平公主就让人把薛怀毅诱骗到了一个偏殿之中 然后让预先埋伏好的十几个壮妇用棍棒将薛怀毅活活的打死 薛怀毅是发迹于女人最后也是死在了女人身上 而且是死在了一群女人身上 关于是谁最后杀死了薛怀毅 历史上呢有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说是太平公主所为 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是是由武则天的堂职武幽宁派人所为 武幽宁是太平公主的丈夫武幽纪的哥哥 曾经在朝中担任过宰相 而且他还曾经担任过公部尚书和兵部尚书 所以说他是一个在五周时期掌实权的人物 剧中的武幽爵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点武幽宁的样子 武幽宁后来在武则天倒台以后呢就被贬了官 贬到了外地最后就死在了外面 他还有一个唐侄女在很小的时候就入宫 侍奉的是后来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 这个女孩后来长大以后差一点成为了第二个武则天 他就是武惠妃 薛怀毅死了以后武则天又命令其他的人重建了明堂 但是那个天堂就再也没有重建过 一来呢是因为天堂的所好巨大 二来呢可能也是因为大佛已经被焚毁了 所以天堂也就没有再建设的必要了 所以剧中所说的天堂的再建工程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明堂也是到了唐代宗时期回合作乱 一把火烧了个金光 在这个剧中呢还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就是被深压在那位大牢里的逍遥子 逍遥子应该是春秋道的前首脑 五四月在审问他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归藏奉出而天下清 归藏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归藏和我们熟悉的周易是一样的 他也是中国古代的艺学方面的专注 在中国古代呢在艺学方面有三本专注 分别是连山、归藏和周易 因为连山和归藏都已经失传 所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周易 连山这个词大家可能听着也挺耳熟 大家还记得那个羊皮卷上的两句话吗 龙蛇浅影行道 朝野襄河连山 这里的连山有可能指的是那个铜矿基地连山 也有可能是另有深意 归藏的意思取的是归而藏之 意思是说大地上的万事万物最后都要归于大地 有点像我们以前说的成归成土归土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这个意思 归藏和周易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的主卦不一样 周易的主卦为钱 钱指的是天代表的是阳 而归藏的主卦是昆 昆指的是地代表的是阴 那么归藏奉出而天下清 会不会是有这两层意思 一种的是说的是武则天 因为武则天是女性代表的是昆 代表的是阴 所以也可以说他就是归嘲凤 那么等他出来的时候 举行一个庆典的时候 有可能天下轻浮 再一个意思呢 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个阴谋是要在地底下做文章 有可能是挖地道 也有可能是埋设一些爆炸物品 等到燃灯庆典的时候 一声巨响天堂倒塌 地面上的一切都要归于大地之中 是不是也有这层意思 咱们还不得而知 逍遥子这个人的名字 我相信一定与庄子的逍遥游有关系 逍遥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其中有这样几句 北明有鱼齐名曰坤 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齐名曰彭 彭之辈不知其几千里也 在后面还有另外两句 古有大春者八千年为一春 八千年为一秋 意思呢 就是说古代有一种大的乡村树 寿命非常的长 八千年对他来说 不过就是一个季节 其中就提到了春秋二字 在第29集的预告片中 还提到了以前曾经有一个叫春秋学宫的地方 后来改名叫了北明学宫 而且还提到了前太子 前太子指的又是谁呢 前太子指的一定是以前的太子李贤 就是后来被追视为张淮太子的李贤 那位写过黄台瓜词 最后据说是被秋神记逼死的那个李贤 李贤在当太子的时候 为了筑后汉书 曾经组织了一批知识精英 来和他一起编撰此书 我想所谓的春秋学宫和以后的北明学宫指的就是这些人 其实像类似这样的学宫在唐朝的历史上并不新鲜 大家还记得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房玄良 杜如慧徐靖宗等人 他们被称为十八学士 他们就是在李世民还是亲王的时候 成立了一个文学馆 网罗了一批人才 这些人在李世民登记以后都得到了重用 武则天执政以后 他也需要自己的嫡系人马 所以呢他也网罗了一批人才 因为这些人经常从皇城的北门出入 所以被称为北门学士 而这些人中的很多位 最后都成了武则天执政初期的宰府人才 那个时候的太子李贤也不例外 所以他借驻后汉书的机会 也网罗了这样一些精英 其实也是为自己将来执政 储备一些人才和心腹 那么这样看来春秋道会不会就是前太子的余党 对太子之死一直是怀恨在心意图报复 这样的话他所针对的就绝不仅仅是武则天 甚至是包括现任太子李贤以及相王李贤 关于李贤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是被武则天杀死的 这个呢我曾经做过一期专门的视频进行介绍 我会把连接放在这期视频的最后 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看看 大家还记不记得逍遥子还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概意思呢是说现在的归藏缝不是我希望中的归藏缝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春秋道已经变了 已经背离了他们的初衷 现在的背后的boss可能已经不是前太子李贤了 那么他又会是谁呢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在结束本期内容之前 我想衷心的对大家说一声圣诞快乐 我想这期视频播出的时候 大家已经开始在家准备过圣诞节了 感谢过去的一年大家对我这个小频道的支持 非常的感谢 这里是Frank为您讲述有温度的历史 欢迎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